作者贺卫芳在南方周末发文 1970年我十岁 由于家庭落难 回到了当时属于烟台地区的穆平县农村老家 那时候 文革最急风暴雨的阶段已经过去 不过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 还是一浪高过一浪 教育战线当然属于这革命的最前线了 课本里都是革命内容 像语文 除了毛主席的文章和诗词 其他大多都是歌颂伟大领袖的偏识 连数学物理等 也要结合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 编写教材和教学 文艺方面的教育 就更不在话下了 唱歌是最普及和简单的艺术教育形式 像东方红这样几乎取代了国歌的歌曲 学前阶段每个人都耳熟能详了 后来唱得多的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大海航行靠舵手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心中的太阳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 还有那首我一时记不起名字的歌曲 那个时代物质极其贫乏 但是唱着这样的歌 向着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能够在这样全世界人民伟大领袖的光辉照耀下 过着幸福生活 还是不免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只是经常吃不饱饭的滋味不好受 在歌曲方面 也许文革最重要的创新是把毛主席的语录谱曲歌唱 小时候不觉得 大了之后才意识到 这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某年传来毛的最新指示 简洁到只是一句话 要斗司劈修 很快语录歌就来了 内容贫乏却简单易学 高亢有力道只是吼叫的程度 在江青的主导下 智取微虎山 红灯记 沙家帮是比较早的几出 彩色电影带来了那个时代 殊为难得的视听感受 与此同时 广播电台以及地方剧团都大力推进 样板戏的唱段传唱全国城乡 我们那个学校甚至组成了宣传队 演出了全本的沙家帮 我嗓子不好 只能饰演一个配角 翻译官 不过那些戏里的唱段 却是烂熟于胸 不少戏都可以从头背到尾 虽然只有十多岁 但是懵懵懂懂的 对某种特殊情感的向往 还是在心中涌动 只是那个时代会言爱情 无论是一般歌曲 样板戏 仅有的几部来来回回重复放映的电影 还是官方许可阅读的为数不多的小说 爱情完全是一个禁区 这不免令人惆怅苦闷 样板戏里甚至少有完整家庭 智取微虎山里小长宝 向杨子蓉哭诉血泪时的唱段 说母亲为逃脱做山雕的魔掌 跳剑身亡 之后父女二人隐居深山老林 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峻岭上 到夜晚 爹想祖母 我想娘 事后我越想越奇怪 为什么不说我想祖母爹想娘 这真是把夫妻感情 男女私情视为寇仇 近乎于斩草除根了 或许只有把常人之间的爱都驱除殆尽 才能让全国人民的爱 都献给我们的伟大领袖 确实 那个时代的歌曲 充斥者对领袖的歌颂 所有的形容词都是最高级的 领袖无所不能 是真理 智慧和力量的唯一源泉 不过我们还是要说 整体而言 文革歌曲属于一种病态的花朵 他们鼓吹个人崇拜 把领袖视为人民的救星 他们营造了一种特殊的政党文化 尤其在党与人民之间关系上 片面烘托党的光辉与正确 依照1981年 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实际上文革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犯下严重错误的时代 他们矮化了人民 没有领袖的阳光雨露 人民就无法成长 没有领袖的引领 人民就会迷失方向 这些歌曲演示了国家与民众的苦难 制造了社会的仇恨 言语粗暴 非黑即白 成为文革浩劫的助推器 我们在其中找不到对于个人尊严的欧歌 对于政府政权的警惕 对于私人利益和情感的维护 对于这些因素 今天重唱他们的时候 我们自然是要抱持一份警惕的 1977年中共宣布文革结束 一天晚上 电视播放的是文革期间被宣布为风滋修大毒草的小提琴协奏曲梁柱 上海乐团演出 1959年首演时的小提琴手于丽拿重新亮相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 音乐演绎到楼台会和哭铃时 在小提琴与大提琴之间缠绵倾诉 和悲剧发生后七晚痛楚的乐声中 于丽拿的两行热泪滚落在琴板上 我们二十多个男生仿佛遭到惦击 一片漠然不敢看别人的眼睛 我们好像又活过来了